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延续昨天的涨势 早上开在平盘附近一度压回 又变形下跌88点 那索性尾盘又稍微拉起来 最终小涨8点 那成交量3612亿 那对于今天大盘之所以 在美股上涨的情况下 没有能够延续涨势 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美股的盘后期货盘 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拉回 那这个大幅的一个拉回 又是所为何来 又是因为我说消息面的一个影响 这样昨天我们也讲 整个消息面 在昨天包含联准会的部分 包含台币汇率的部分 这些变数有稍稍的厘清了 但是怎么样 唯一一个俄乌之间的一个问题 目前还是存在的很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变化 原本大家预期 能够稍稍的怎么样 能够稍稍的缓口气了 因为好像两方都传出来 怎么样 好像和谈 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契机 有一些曙光了 可是偏偏昨天 拜登又去骂这个普丁 认为他说是一个战犯 那普丁也不甘示弱了 毕竟是KGB出身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让你这样子骂 对不对 马上讲说你们美国人 怎么样 不可饶恕 这个用词都非常的严厉 所以造成油价又重新返回到100元之上 那也造成了整个盘后期货 又出现了一个拉回 那这是不是也符合了 我昨天告诉各位 我昨天即便出现了一个500点的大涨 但是你不要以为 从此之后 整个多方他又要怎么样 他又要开始重回主控 然后这个行情要往那 涨到哪里又哪里 没有了 因为绝大部分的 一些即便变数 包含像联主会的利率政策 包含台币 能够指贬回升 这个都对多方是有利的 这个绝对无庸置疑 可是一个俄乌的一个问题 我想到目前还是无解 对不对 你说没有更恶化 没有错 可是你要至少俄罗斯 我昨天才讲 你双方还没有正式的签下协议 又或者俄罗斯的军队 他还没有从乌克兰里面撤军 我想这中间都存在了相当的变数 你看昨天才在讲而已 今天你看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马上这个元首又开始怎么样 又开始对骂了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像这样的消息面 还会持续的冲击盘面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整个盘面还是会持续笼罩在这样的一个变数之下 但是整个盘面在历经昨天的大涨之后 倒也不是怎么样 倒也不是一无是处了 因为最主要的 在昨天的大涨之后 我们说过 至少他打了一个短底 对不对 两脚的一个底部形态 他建构完成了 对不对 另外 昨天所收复的包含像五日线 十日线跟年线 尤其是年线 这条线非常的重要 年线代表的是这一年以来的一个平均 它代表的怎么样 也是这一年以来的一个趋势 如果说你股价现在也就跌破年线了 你要告诉我这是一个多头行情 可能大家也都会打一个问号 对不对 现在收复的年线 至少让大家怎么样 心里头踏实很多 那这条年线在昨天收复之后 今天有一度的回测 但是马上又拉起来 代表确实多方有在防守这条 所谓的年线的一个位置 再加上今天怎么样 今天拉回 对不对 可是怎么样 连量缩掉 因为你看尾盘才收上去 这是尾盘才收红的 多数的时间都在盘下 所以量缩很正常 尾盘拉上去 至少也代表多方的一个企图心 但是我说过 即便多方已经开始握有一些优势 可是你不可否认的 这是一个底部 没有错 绝对错不了 对不对 短期底部 可是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头部 你以形态的对称来看的话 你这大概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所建构出来的底部 你要去对抗 你看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你要去对抗三个月 你三个礼拜要去对抗三个月 所形成的一个头部形态 我想这个难度就很高了 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来回的一个扩底 来回的震荡 来回的扩底 再加上你自己看 即便收复了三条均线 可是上面还三条 一条月线 一条半年线 一条季线 而且月线用很快的速度往下压 这到下礼拜 它也是盘面一个要克服的一个难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多方有握有优势了 没有错 至少比在前一个礼拜 一路挨着打 要好太多了 但是你说往上万里无云 还延之过早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接下来的行情 它还是会上下的一个波动 尤其终究 它还是会随消息面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变化 而出现剧烈的一个震荡 既然消息面里能不能掌控 例如说我们说今天 为什么美股的期货大涨 这个大跌 为什么 因为油价又飙高了 油价为什么飙高 因为两个对骂了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又开始对骂 这中间会不会又进一步的擦枪走火 坦白讲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毕竟我不是普丁 我也不是拜登 对不对 怎么会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都不用去猜 总之消息面还没有明朗之前 对盘面有一定的冲击力道 如果说盘面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而且消息面你又没办法事先掌握的话 我说在操作上面 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 倒也不是 没有那么悲观 但是在操作上面你要谨记 一个纪律 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因为有时候波动会很大 轮动会很快 而且消息面什么时候来 你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切勿怎么样 你切勿看到今天大涨 什么股票很强 什么族群超猛的 那你就去追 千万不要 我这样说好 我们就说最近的 昨天就好 昨天大涨500多点 很多股票一开高 就一路往前冲 甚至于冲到了涨停板 那有多少人 在昨天涨了6%7% 甚至于8%9%的时候 不管3721 想说反正都拉了500点 就是被多方取回主控权 这里再不追来不及的 赶快来强反弹 好 你昨天去追这些 强势的股票 纵使让你昨天追到涨停板 让你买了之后 有攻上涨停板 可是如果你是在 8%9%的时候去追 你说拉到涨停板 10%有没有赚 有啊 赚1%2% 可是你说 你为了赚这1%2% 当今天行情没有再续涨 这些股价不是停在那边 就稍稍的做一个拉回 你是不是你的一颗心又七上八下 我这样说好了 昨天一些IC设计是不是很强 像这个说的涨停板有没有 你这样说好了 你昨天去追8%9% 攻到涨停板 你赚个1%2% 没有错 今天拉回来 你昨天的1%2%又没有了 对不对 你1%2%又没有了 纵使尾盘再勾上来 你还是维持大概1%2%的获利 可是这1%2%的获利 赚得好辛苦 你随着它的股价的破洞 你的一颗心也七上八下 尤其一看到 哇 美国跟俄罗斯又杠起来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又没收参力 对不对 你又一大堆的一个猜忌 对不对 那例如还有什么 来 昨天也很强 你看今天是不是拉回 你昨天赚个1%2% 今天拉回来 不是你又吐回去 几乎你又在白做工了 这 昨天有没有很强 一段人又在带你追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要勾回来 你看这档股票不用我说什么 当时我们低档买进之后 高档我带你出一趟 有没有 结果很多人带你高档买之后 拉回的时候 反而带你停损在最低点 而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你这高档有出的人 其实照说了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看这个价差有多大 几乎又回到我们当时 买进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又是一个 很好的切入点 只不过当时我也告诉你 因为盘面有这么多的一个变数 我不需要另辟赞场 所以我的操作我也很清楚 即便这里是一个买点 但是我说过 我不想去淌这个浑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守住一档股票 因为我要控管住我们的一个风险 你不需要东一档西一档都不用 反正在整个盘面还没有正式落底之前 在整个消息面还没有完全的明朗之前 我手中只要锁一档股票就好了 我进可攻退可守 毕竟我所有的股票都在高档 包含南亚科 包含长荣 我在高档出掉之后 我现在满手的现金 而唯一锁定的一档股票 当时逢低切入 后来也是涨上来了 对不对 后来也是涨上来了 那即便短线因为受到大盘的影响拉回 可是我们还处在一个获利的阶段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 就是一手现金一手股票 而这档股票 我只要留一档就好了 让资金集中起来 所以当时我没有买回 可是你看 我纵使没有买回 当时告诉你这是一个买点 有没有让我说中 有没有 反而你自己说 你现在如果手中有长荣行的 我请问各位 你长荣行在哪里买的 你不是买在这里还带套 就是买在这里拉回 停损之后 然后卸下来 你的老需后带你再追了 有没有 有没有你自己最清楚 不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买在这个位置 跟你买在这里 那么就一样 不是又来了 对不对 你看 礼拜一创新歌的时候 多少人在讲 现在那些告诉你 长荣有多好的人 什么配骨多漂亮 简直多美 现在那些人 是不是现在又绝口不提 他们可以绝口不提 你买在这里的人 你可以当做没这回事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 跟叮铃大家 现阶段的盘 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明朗 还是会有上下很剧烈的一个波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你看到股票墙 你去追 从过去到现在 从开红盘以来 你看这一路下来 从记忆体到航空双雄 再到什么妖孽 那些钢铁股 对不对 然后到最近的这个长荣 再到昨天去抢的这些人 你真的有哪一个你真的赚到 你真的有尝到甜头 你告诉我 还是说你套牢的机会 远远怎么样 大过于你赚钱的机会 那为什么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投资票你还是学不到这些经验 你看我怎么做 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高档出掉以后 我就有一档股票 而这档股票你看 我当时低档买进 这档股票也没让大家失望 在大盘大跌500 这个354点的时候 他还逆市涨 那纵使这一波 你没有能够跟上 那我说过 趁着这一波 他也跟着大盘 因为剧烈的一个震荡 你看这一波大盘 杀下来也蛮急的 对不对 所以他也跟着下来 你前面没有赚到的 那么这一波怎么样 刚好给你可以 可以重新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你看 这档股票你趁着拉回 你逢低布局 来 当时在低档买进 有没有 当时在低档 2月21 2月22 都在盘下 你也不用去追高 有没有 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 就赚这一波 这一波没赚到没有关系 拉回来 我们有第二波的一个操作 来 3月8号 会员在平盘以下 平盘以下 加码买进 我们趁大盘大跌 进场减便宜 来3月8号 来回顾一下 3月8号在哪里 大盘是不是大跌 有没有 大盘有没有大跌 大跌还大盘破跌 有没有 这一天多少人停损 3月8号 大盘破跌 多少人带你停损在那一天 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二 可是那一天我在买 那一天我在买 为什么我有资格可以买 为什么我都不怕 为什么要怕 第一 我高档有出股票 我的南亚科 我的长荣行 全部在高档出掉 现在手中唯一的一档股票 第一档买进 对不对 我第一档买进 我到那个时候 3月8号我还是赚钱 纵使拉回我还是赚钱 我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拉回 你敢拉回就敢买 因为我认为这档股票 它真正的爆发点还没到 那为什么会有爆发点 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不要等到 纵使它是一个对的股票 纵使它是一个对的趋势 未来的方向都是OK的 可是你绝对不要在人家 大家一窝蜂在抢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 你跟你们去臭热闹 没有必要 因为当大家都在讲它的时候 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它在大涨的时候 在大涨的时候你去追 我说过你成本比人家高 因为涨上去 你去追你成本比人家高 成本比人家高 你风险就是比人家高 那除了说风险比人家高以外 因为已经涨上去了 纵使它未来还有空间 你是不是因为它已经涨了 所以你的空间已经被它压缩了 所以你的利润变小了 那如果说你又要承受比较高的风险 结果利润又变小 聪明的各位 你觉得这样划算 反倒是 你看 像我们这样的股票 趁拉回买进 趁拉回买进 趁拉回买进有什么好处 趁拉回买进在低档买 刚刚你也都看到了 我们都是逢拉回买 你不用去追高 也不要追什么涨停板 对不对 逢拉回买进你的风险 是不是比人家低 你风险比人家低以外 因为你是趁拉回买 你的成本是越比人家低 成本比人家低 风险就比人家低以外 纵使未来有大空间 因为它压回了 它压回了 所以空间是不是就更大了 相形之下就更大了 跟它涨上去这些 相形的被压缩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刚好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风险高利润小 一个是风险低利润大 聪明的各位 你要怎么做 我一直讲 可是很多人可能还是 看着盘面的波动 尤其你的老师一身立下 大家钢盔带着 就直接冲就对了 你也是义无反顾的 带着钢盔就一路冲 但是我就这样的一个做法 从过去到现在 我不敢讲你赚不到钱 我不敢讲你赚不到钱 我相信你也有赚到 可是你有哪一次你告诉我 你有哪一次你真的赚到大钱 有哪一次你自己算一下 可是你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哪一次没有让你失望 对不对 哪一次让你失望 过去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你光是一个长荣行 低打买后来涨上来 光这波下40% 南亚科今年以来 对不对 甚至于这一档 对不对 今年以来都做这几档而已 哪一档让你失望 你看同样的 你趁拉回买进 趁拉回买进 一样涨上来 你看礼拜二 当天涨 礼拜三 礼拜三当天涨2% 昨天大盘大涨 他也一根红棒拉起来涨了6% 两天加起来就8% 比起你昨天去追高的赚个2%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今天纵使一样是拉回1% 2% 如果你昨天只有一% 2%安全空间的 你今天已经没有赚了 你开始担心了 你就担心今天拜五 明天就拜六星期 会不会之间又有什么变数 你开始担心了 可是如果按照我的方式 我前面两天已经有8%放着 你说纵使今天再跌个1% 2% 再拉回1% 2% 我还有6% 7%的安全空间 我有什么好怕的 更何况前面还一波 我这波还要放在这里 所以同样的一个行情 同样的一个行情 你方法有没有用对 你方法有没有用对 结果也会大大的不同 这个是我一而再而三 跟大家做呼吁的 后面我认为行情绝对还有 但是在后面这波行情来之前 如果一个不小心 你在这边受伤了 纵使后面来 你能够得到的利润 也会大打折扣 好 这一点不得不小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前程 我想从过去到现在 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方法很重要 很多人都误以为 我标的对了 我怎么样都可以 那可不一定 我想我举过太多的例子 你说今年以来 我们所做过的一些标的 又或者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说过的 我们说了 你说刚好 对不对 长荣行 好股票 是 我认同 我做过的股票 当然是我认同的股票 对不对 要不我干嘛做它 可是 这一路走过来 你知道我在这里买 这里卖 对不对 拉回原本这里是该买的 确实是该买 可是当时我告诉你 这里是买点 可是我没有买 为什么 盘面不稳 盘面不稳 我不用跟他去赌 因为我手机 已经有一档股票 我已经大获全胜的情况之下 我何必放弃 我手中这档股票 然后我再去另辟战场 那你说那你可以两档都买 我为什么两档都买 现在我就要保持 一定的一个警觉 保持一定的一个警戒 我觉得不能让我的会员 暴露在太大的风险之下 所以我手边要留现金 所以我说我一在节目里 我会告诉你 我只要留一档股票 我就是锁定一档股票 我进可攻退可守 万一 因为我说现在这个行情 这些消息面 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虽然你昨天以前 你会知道说 拜登突然会去骂普丁吗 你也不知道会来这一招 那你说那现在会不会 或许没事 或者两个骂一骂以后就没事 大家冷静一下就没事了 万一这口气 万一咽不下来 谁知道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那种情况 你都不用去跟他赌 所以你手边一定要有现金 所以我说 如果我高档卖掉 所有的股票之后 我就留一档股票而已 我就是锁定这档股票 重新布局 所以纵使长荣行是一个买点 我也没有去买 我只告诉你 这是一个买点 但是你就不需要等到涨上来的时候 你再去追 你看这两天量又来了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量 这里没有量 这里就有停损的量 然后这两天涨上来 又有人来追了 有没有 让我请问各位 你这里来追 跟你追在这里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又是看墙来追 历史不又重演了 看墙追 所以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我说看墙追 不是你赚不到钱 而是你必须承受很大的风险 而这很大的风险以外 它还一方面还压缩到你的利润 讲了白话一点 风险高 利润小 你觉得划算吗 相对你称得拉回 不管是刚刚的长荣行也好 对不对 在低档买进高档出一趟 南亚科低档买进高档出一趟 对不对 这档不也是一样吗 在低档买进 涨上去 没有来得及的 我说拉回来 我带着你再买 这段时间你告诉我 你只要打电话来的 不管你加LINE加Telegram 你加一的 你说你想跟上的 你也没有机会能够跟上 对不对 相较你去追高赚那个一趴两趴 你看你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任何一天去买 你看 一根红帮拉起来 你哪一个没有赚到 你哪一个没有赚到 我说了嘛 光这个礼拜 对不对 礼拜三 大盘 还没有开始启动 他就先涨两趴 后来昨天大盘大涨 他也跟着人家大涨 他涨了 没有涨停 没有错 没有涨停 可是你看两天都涨了八趴 相较你昨天看到很多股票 涨停板 结果你是在八趴九趴的时候 去追你追个一趴两趴 你赚个一趴两趴 相较这样稳稳的赚个八趴 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心安 你觉得哪一个 你才能够真正赚得多 这张股票还没有喷出 而且现在没人讲 没人讲代表什么 他还没有正式发动 那一旦开始发动 你看着好了 又是一堆人来抢 你要是现在先布局 还是要等下涨上去之后 再跟大家一起想 你自己想清楚 好 想跟上的 利用这个礼拜 随时打个电话进来 最后的登记 最后的登记 下个礼拜有买点 自己好好把握进场 把握这个起涨的一个买点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